封天都从进入洞窟之后就一言不发 木然的双眸也朝洞内众人看去 他此刻换了一身干净的灰袍 面色虽然仍形如僵尸 看起来比之前正常了很多 提表那些锁链尽数消失无踪 突然之间封天都的视线一停 落在一个人身上 正是那麴灵 封天都神色微微惊讶地开口 哦 渠道友也来了 封道友 韩丽眼见此目心中有些吃惊 不禁暗暗打亮起封天都来 这渠灵自从进入洞窟以来 一直态度嚣张 即便面对骆青海 也没有丝毫改变 但是面对此人竟然收敛了很多 不过这僵尸般的男子 秀为确实实力惊人 给我的感觉丝毫不弱于驱灵 没错 那位独木大汉 是弗陵宗的宗主 齐天霄 此人行事一贯低调 所以名声不响 至于那位貌似僵尸般的修士 则是弗陵宗大长老 封天都 在我们北韩仙域名气极大 此人和百里道主 北韩仙公肖建函多年前并称三绝金仙 但数万年前不知何故 便始终闭关不出 想不到这次也来到了这里 韩力听闻这些心中一动 他仔细打量封天都 不知为何隐约觉得此人的气息有些熟悉 莫非是哪里见过 就在此时啊 封天都似乎感应到韩力的视线 转头看了过来 两个人视线相交 韩力的心中咯噔一下 全身有些发凉 似乎被封天都的目光洞穿 手脚都有些无措 他急忙移开了视线 而封天都深深看了韩力一眼 眼中似有一色闪过 但很快也移开了视线 看向洞内那处黑色的尽致 封天都眼睛微眯 问道 德公主 北韩仙宫那些人此刻就在里面吗 没错 他们此刻都在里边 封天都闻言啊 打亮黑色光幕片刻 单手一抬 嗖的一声清响 一道黑色剑光 从他掌心飞出 一闪及时打在了黑色光幕上 这光剑看似寻常无比 也不甚明亮 然而落在黑色光幕上 却引得 落出猛的一颤 泛起一圈圈 水波般的涟漪 但见黑色光幕上 立刻浮现出无数的黑光 凝聚成一个个 形似九宫的图案 一股奇特禁止之力浮现出来 光幕上的涟漪很快消失 几个呼吸间便平静了下来 九环悬藏封禁法 确是萧锦涵的手笔啊 封天都淡淡地说完 随即看向骆青海 封长老慧眼如炬啊 这禁止虽然厉害 但以骆公主通天的修为 再加上苍流宫几位长老的实力 想破解并不困难 骆公主为何不动手啊 封长老说笑了 骆某岂有这个本事啊 再说既然大家都想进入仙府 自是何力破开这禁止才是啊 骆公主所言不差啊 渠道友你说呢 封天都目光深沉 看向瞿灵 瞿灵没有说话 只是点点头 随即封天都转头朝着众人望去 扬声开口 既然大家都是明白人 多余的话我们就不说了 在场诸位道友 我等暂且联手 先逼迫北韩仙宫打开禁止 一同进入仙府 至于在里边能得到多少宝物 就各凭本事 如何 好 没问题 封天都见状略微寒手 也不再迟疑 身形拔地而起 一晃飞落在黑色静置前面 弗灵宗众人急忙跟上 其他势力的众多修士 也纷纷迈步 尽数落在黑色静置前 韩力等人自然不会落后 不过 韩力身形飞出 落在了后边 站在人群靠后的位置 一个毫不起眼的角落 庞大无比的威压 从众人身上散发而出 彼此连接在一起 朝着黑色静置压迫而去 虚空似乎也承受不住 这股威压轻轻地颤动不已 整个洞窟 微微隆起晃动起来 黑色静置一阵地波动 表面黑光闪烁不已 但却丝毫没有打开的迹象 封天都冷笑一声 缓缓地开口 小尽寒 你施展阴谋 封印仙府入口 想要独占仙府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如今形势倒转 快些把禁止打开 否则我们也不介意 动手破开禁止 旁边的扶灵宗宗主 齐灵骁也冷喝出声 诸位道友 既然北韩仙宫一意孤行 我们也不必和他们客气了 一起出手 连手轰开这禁止 洞内众人这些年 辛苦寻找仙府入口 不知费了多少力气 吃了多少苦头 对北韩仙宫此举 早已心生极大怨气 如今有一个不下于 仙宫的势力领头 立刻就有不少人呼喝响应 那鬼气宗的马脸老者 陈丕 木然大喝 诸位道友 仙宫既然如此不仁 难道只是让他们打开 禁止就算了吗 我们不妨齐心协力 将他们从这里赶出去 也让他们尝尝无法进入仙府的滋味 此话一出 众人都是一正 接着变得鸦雀无声 而在场实力最强的诸多金仙 则神色各异 虽然平素不少势力表面上 和北韩仙宫须于尾蛇 奉以北韩仙玉之尊 但实则呢 背地里多有不服 只是碍于仙宫势大 加之未涉及自己根本利益 倒也没什么表面上的矛盾 如今 竹龙道之势在先 仙宫展露野心 又有封锁仙府遗迹之势在后 牵扯了自身的利益 自然惹得重怒 如此一来啊 即便是骆青海 封天都等金仙脸上的神情 似乎也有些异动 虽然不知 北韩仙宫此次派了多少人来 但就算是倾尽北韩仙宫所有的战力 也绝不会比在场众人更厉害 若是要将北韩仙宫赶出去 也未必做不到 骆青海 封天都等人心中念都翻滚 互相互忘 正要说什么 就在此刻 异便突生 黑色尽致表面 呼地泛起一圈圈波纹 表面浮现出无数玄傲无比的灵纹 接着那些形似九宫的图案交替浮现出来 环环相扣 越来越明亮 引得整个光幕也震颤起来 几个呼吸之后 所有九宫图案骤然大亮 变得刺目无比 继而光芒一脸 所有图案同时消散一空 而黑暗尽致也随之消散而来 露出了后面黑油油的山洞 原本气势汹汹 准备一鼓作气的众人顿时愕然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有些不知所措 但紧接着 一个声音从山洞中传出 各位道友 都请进来吧 韩丽文言神情一动了 他在竹龙道见过肖建涵 只是当时在远处 但肖建涵给他的印象极深 这声音正是来自于对方 骆青海 丰天都等几个首脑人物 眼见于此 眉头都是一皱 他们交换了一下眼神 脉步朝着山洞中走去 就连麒麟此女 在略以沉吟过后 也紧随着骆青海 丰天都等人身后 朝洞中走去 其他真仙境修士剑词 立刻默默跟上 韩丽自然 也跟在忽颜道人的身后 不动声色 随着众人抬步而进 很快 所有人都进入了山洞之中 不光是入口的黑色禁止 蓝色光门周围的禁止法阵 此刻也尽数消失 不过那九根封印十柱还在呢 蓝色光门没有了禁止封印 散发出比之前耀眼数倍的蓝光 其中夹杂着一股奇寒气息 还有一股股强大的空间之力 奇寒气息和空间之力交织在一起 光门之中蓝光翻滚越来越剧烈 隐隐有爆发出来的迹象 此时此刻 红月岛上空 天地灵气翻滚不已 不时形成一个个耀眼光团 随即又崩碎爆裂开来 发出闷雷般的声响 北韩仙宫诸人站在光门附近 为首之人正是肖建函 他望着从外边鱼棍而入的各大势力 含笑而立 如同是一个热情好客的主人 在迎接着宾客远道而来 韩丽身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看向北韩仙宫众人 瞳孔顿时一缩呀 这间北韩仙宫诸人 以肖建函为首 足有二三十人 而且其中的金仙存在 赫然足有进瓣 连韩丽意外的是 欧阳奎山等三个竹龙道金仙 也在此处 至于其他人呢 修为也都在真仙后期 真仙巅峰 没有一个弱者 韩丽不由得咧了咧嘴 北韩仙宇实力之强 显然远超在场的任何一股势力 这雄剧仙宇这么多年的官方势力 果然底蕴深厚 不容小觑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